农业部花莲农改厂为了促进原民农耕知识与饮食文化 出版了发芽一书 透过与原乡部落长者深度的访谈 收录了来自太鲁戈族大同大理部落 塞奇拉雅族撒故尔部落 阿美族沙老部落 齐美部落以及布农族酌青部落的传统农耕文化 将原住民族群长久以来累积的智慧与经验 以书写的形式来保存下来传承给下一代 花莲区农改厂近年陆续出版部落藏宝和系列重书 把部落无形的知识宝藏用有形方式保留下来 期盼可以借由书籍把部落传统智慧总址散播出去 原住民文化在花莲来讲是相当重要的 而且原住民在花莲就是产业相当的大 但是我们在长久下来发现原住民地区 逐渐的随着起老的凋零 很多文化也消失了 隐藏在部落里面的很多的物种也消失了 所以改良厂在三年前开始启动了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一个盘点 所以要针对所有的部落里面 包含他们的跟植物有关的 不管是文化记忆 或者是他的一个饮食文化 或者是他的物种的一个保存 做比较有系统的一个保存 就是把它记录下来 今年度花莲农改厂出版了发芽一书 透过和原乡部落长者深度访谈 把部落传统农耕智慧保留下来 以花莲地形来讲它有山有海 所以我们先选了最高的高山 就大同大理 然后后来我们还有选了像海边的 那个撒起来亚族 那就是想要借着这样子环境的不同 然后他们不同的饮食文化跟农耕知识 来让大家认识花莲的部落 其实因为我们地形的不同而孕育了很多丰富的文化 对部落来讲是食物 所以他们把它变成 它这样子保持这样子其实是为了收藏 但是我需要吃的时候我就去碾它 然后这个部落我发现大家的方式就是你收成之后 对你把它吊着 然后呢等到我要吃的时候我再去碾它 甚至有的没有碾的他们就会用倒的 倒一倒之后 所以它就是会整 而且小米的保存期限可以很久 发芽一书收入的来自太鲁阁族大同大理部落 萨基拉雅族萨固尔部落 阿美族沙老部落 奇美部落 还有布农族酌青部落的丰富传统农跟智慧文化 这一些珍贵知识传达了对土地的敬畏 也是和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石 可以作为农业永续发展的借境 借旅会竟然相报道